哈喽小红书的宝贝们 今天来谈判小红书214独爱之夜的彩排现场了 这会儿晚会的男女主张琳和庄达菲正在彩排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 这次是你们俩的第一次合作吗 对 然后彼此印象怎么样 很好 很好啊 非常好啊 这次晚会的主题是独爱之夜 你们觉得这个主题自己有没有什么感想 一个独一份的独特的爱 那在恋爱中你们俩会是 就是分别会是恋爱脑的人吗 你是吗 我觉得我还好吧 我可能还会有一些理智吧 我也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智性的人 我是摩羯座 比较理智 摩羯座在这个爱情中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 有哪些特点 理智 然后比较认真吧 达菲双鱼座的哈 双鱼座 其实我没有理智 但我希望我自己理智一点 因为双鱼就比较感性 然后比较情绪化 有一句话 就是说爱他就要为他而活 你们俩怎么看 爱他就要为他而活 我觉得不对吧 我也觉得不对 不赞同 对啊 爱他 爱他就得更爱自己 然后再去爱他 电视剧里边的爱情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爱情 你们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电视剧展现美好的一面吧 就是他会把现实中比较难实现的部分都拼凑在一块 然后给大家看 大家看着觉得幸福舒服 因为他是演戏嘛 就是生活中很多面还是没有演出来的 电视剧可能是现实生活中 大家对爱情的一个最理想化的体现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考验人家 你懂不懂女生 题目是这样的 就是我说一句女生给你 发给你的话 你要怎么回复他 第一个就是说 好吧 不打扰你了你忙吧 我不忙啊我有时间可以聊天的 就是他这个回答还挺满意的呀 我 是吗 对啊就是 对吧 不然的话不是应该回 如果是回那种 比如说说不打扰你了你忙吧 他说那我忙完找你了 这不就 这不就死了吗 那女生的这个 就是作为女生来看 这句话的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想说 你不打扰我不忙 第二个假如说女生说 哎呀我最近胖了好烦啊 你不胖啊 你一直都不胖 在我心中你是最瘦的 女生说 那你去打游戏吧 记得玩得开心哦 那我们一起打吧 哦 你就 我带你 完美 可以 我带你 完美 好然后一个 一个一个绝杀题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会有人发这样的消息吗 就如果真的有一个女的 给男的发了这样的消息 应该就真的不想再见到我了 这是对象是吗 可以当做对象 这是对象 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那得分语气啊 你冷静一下过一会儿找你吧 啊 其实答案还不错 然后最后一个题啊 就是女生给你回消息 第一个 她给你回 嗯嗯 她的心情状态是什么样的 嗯嗯 一般 赞同 对啊赞同啊 我说 哦哦 好 一个嗯 一个 啊 这就有点生气了 我感觉 那 嗯呐 啊 嗯呐 嗯呐 这咱有啥区别吗 那这三个哪个情绪 女生的情绪是最好的 嗯呐 是吧 嗯 嗯呐 嗯 诶 达菲其实有时候也在 就是自己也在玩小红书啊 就是你在小红书上 接下来 你会给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吗 就是 他们会评论想看什么 如果我正好也有涉及到这方面的 我就会推荐一些 然后其他的大多数就是穿搭呀 相机呀 这些的 然后这个小红书 对新年日历 365件值得做的小事 哎 这个好酷啊 哎 这件事我是最想做的 就是 三上爸妈喜欢的一口菜上回香路 好久没回家了 特别想回家 就是这件事 我喜欢 我想记录城市的烟火器 拍照吗 就是 吃啊喝呀 碰啊 主要是吃 融入一下生活嘛 我们把这个送给小红书的宝宝们 对 然后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小红书 小红书 就像我一样一样一样的